914,一隻我們都有講的水泥股 之前上到2月11號,上到45.6 你看到圖是12月開始炒氣的 就是中央經濟工作會議 說明是要跨周期和逆周期 即是打開口牌,接下來會推進一些基建 基建一定會用到鋼鐵、水泥等等的業務 所以你見到就炒到上去21 由當時36元升到45 當然,當時的市場是升的 升到四分一,升到25%不少 但你最近見到1月份的內地房地產銷售是差的 甚至乎開工都是差的 所以近來就有些回徒 但中央市去看,去年內房就很大 有錢,都不起樓,不投地 拿著還錢,這麼大的流動性風險 但今年我想應該慢慢過去了 所以政策上的修橋補路,對它有需求 第二,內房的建築會有回升 第三,現在是水泥的旺季 我看到最新數據水泥格格 大家經常說升,但我未見到它升 但如果真的有得升的話 我想對它有一個好處 第四,這個第四點是大家最分量的 就是水泥的成本,考考大家知道什麼 最大,其實主要來說是煤炭 爺爺出了聲,雖然煤炭很波動 有時候又說印尼不出口,有什麼油物 但一般來說,爺爺已經出了聲 合理價格是五百多至七百多 這個好一點,去年第三季是說二千元煤炭 所以我都能夠保證 去年下半年絕大部分的火電股 都會盈利大倒退的 836、2380,你都不用想 你超過一千元一噸的煤炭的話 你每發一道電就虧一元 不用想,一定虧的 所以反過來說,煤炭價格下跌或者受控的話 火電股會受惠,水泥股會受惠 所以很簡單,我不想說太長了 只有四個原因 都對水泥股會有幫助 因為近日來計算,都試回四十元左右 我覺得四十元左右賣的話 不大攤,四十四、四十五 都有超過10% 這個我覺得是其中一個 叫做兩會的概念,大家可以留意 我們下次再見